回来先关心无二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收复东部重镇利曼之后 南部赫尔松也有重要进展 泽伦斯基他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光复赫尔松战略成阵 以及阿尔汗赫尔斯克根米罗刘比夫卡等据点 乌克兰战场上接连告捷 还传出德国丹麦和挪威 花费9200万欧元支援的武器 像是16门斯洛伐克制的榴弹炮将在明年交付 这个榴弹炮每分钟可以发射6枚炮弹 射程大约是40公里 此外俄罗斯因为侵犯乌克兰领空 星期天遭拔除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的成员资格